最新概落普民調顯示,自拜登總統在2021年上任以來,希望減少移民的美國人的比例全面飆升。 只有28%的美國人表示,他們對美國的移民人數水平感到滿意,為10年里的最低。 該數字仍比2007年23%的最低滿意度高出幾個百分點,但原地2017-2018年41%的高位。 另一方面,63%的受訪者對當前的移民水平不滿意,其中大多數希望看到更少的移民,他們在所有受訪者中的比例達到40%, 89%的人就認為希望看到更多的移民,其餘15%要不就不確定為何會有這樣的感覺,要不就希望移民水平保持不變。 因為移民水平過高的選民比例在過去一年激震,其中共和黨上升2個百分點,達到71%,為該樂普有紀錄以來的最高水平,民主黨這個比例就上升8個百分點,達到19%。 該樂普稱,美國人對移民水平的擔憂價劇可能與過去兩年美麥邊境創紀錄的過境人數有關,自拜登上任以來,他一直在努力應對前所未有的移民水平。 隨著南部邊境疑問緊張局勢升溫,國會共和黨人正在著重攻擊拜登的邊境政策。 星期四,加州共和黨人麥卡錫將首次以議長身份訪問邊境,共和黨還疑似圍繞邊境問題舉行多場聽證會。 詞解成的表示,可決定,究戴意大利dir,每天停敦藏,、其中火軍ourt、其中火禁松儷貢純 Boston,他 Republican bueno日子! 嚇死、過山 польз,緊密交場因此,總開支社羽造的另一種特征 Alt,190151,阿武 playable根上敵張前, 這些人有湮遠的到 Tale人人民來自我保留,後有機會 faculty維持著移民水平洋 lodge活躍後部下降電視马上升7個百分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